我们掌握C调第一把为M形音阶后 接下来要练的是 G调第一把为L形音阶 这两个音阶难度差不多 有一点要注意 G调L形音阶 第四弦的C在第四屏上 需要用到小指 我们在练习C调M形音阶时 只用到了前三屏 所以没用小指 有些人不习惯用无名字按C 这是不行的 不要由于不习惯而不用 反而要刻意经常练习小指 每个手指都是有用的